今集介紹蝕映儀 之前大家看不同娛樂評論都見過 原來真是厲害,現在是劣幣驅逐良幣時代 竟然這個蝕小姐,阿儀,仁青 不但被ATV簽了 昨天開了Live,有8000人看 總共累積了38萬觀看次數 旁邊的主持人都很專業,不得不贊 他又唱歌,唱成怎樣都可以理解到 但有這麼多人看 所以現在究竟是甚麼生態呢? 越騎越不行 我不是評論他的樣子 如果要以一個藝人來唱歌的話 你真的要懂得唱歌 不是跟著歌詞讀出來也可以 這些都可以跑多久 話說,在上月29日有個面試 雅姐是香港區 十七日佳麗叫薛映儀 成功搶到FLOG 雖然不能入圍 絕對理解 如果讓這些人入圍 他還穿泳衣亮相 但我沒有穿泳衣圖 還以泳衣示人 不能入圍 但未能入圍 阿視高層簽了他 在翌日 30日已經簽了他 成為他們旗下藝人 於是乎 已經有些活動 在他們的ATVLIVE 開了直播 期間不單有很多人 然後人們的留言都很厲害 很正面 會看到 例如阿怡不紅天理不容 也是這句 又支持阿怡做全益歌手 香港樂壇要阿怡拯救 香港樂壇欠阿怡一個交代 其實這些都是似曾相識 只不過把阿怡這個位置換成阿怡 人名的位置換成阿怡 其中說 為了看阿怡 我奧運也不看 為了看阿怡 我決定放棄不再看奧運 看阿怡 其實比看MIRROR更好 真的這樣說 然後還有人 在Facebook群組 開了一個 我老公追了阿怡 導致婚姻破裂關注組 似乎都是各種影射 或以上的香港樂壇欠 什麼什麼交代 誰誰不紅天理不容 這句大家聽得很熟 香港樂壇要等 阿怡拯救 其實都似乎是在影射某些人 會不會 是否故意捧一個人 有什麼動作 不得而知 但是這個 這樣的形狀 形態的一個 藝人 似乎 他能夠走多遠 都成為疑問 那些人 貪新鮮 其實留言 大家很悶悶 看一些直播留言 都是這樣 以前我們看一隻遊戲 每個月都有比賽 大家很熟悉 那些人都不是看比賽 進去聊天 鬧些鬧路 吹水亂 說一通 就渡過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其實那些都是聽一下算 還有很多是影射某些人 阿怡很喜歡這個估計機 不是方力申 說搞錯了 然後之前沒有參加過任何選美比賽 如果參加這次 希望多些嘗試 拿經驗認識朋友 接下來 除了唱歌 還會向跳舞 拍戲 多方面發展 那會不會是下一個 林雪 演技的有待 她們都只是默默讀讀 說話都只是 就這樣 咦噢 然後呢 最厲害這句 就問到 有沒有留意MIRROR 她就說沒有 不過她很欣賞 嚴明熙 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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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這個 阿怡是否有策略 究竟 拭目以待,不太尋常,有時少數個巧合點,往往是一個線索,就是最終的結果 儘管看下去 阿姨這邊透露與阿士簽約兩年 還要有圖人經過認得他,找他拍照,其實是屬於雜游性質 有信心做阿士一姐,一定能做到阿士 首先,阿士還有嗎?我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他還有,有藝人嗎? 所以他應該能做到,還有他這個人氣,現在的IG是去到15000 我手頭上這個報道,應該是一日前9000 換言之,我拍片時,測試了15000 現在可能是16000 增長得很快 入了公司後,工作陸續都有 不知道他有什麼工作,可以代言什麼呢? 就算你說代言,反其道而行 現在似乎只能夠,沒辦法 看看阿士這班高層究竟他們的眼光是怎樣 還要接了一部電影 這個月會開拍,8月會開拍 劣幣驅逐良幣的時代 最後,阿兒究竟多少歲呢? 看起來很難猜 他透露37歲 之前是做茶餐廳的侍應 上年開始就沒有工作了 可能都是窮則變,變則通 沒什麼做都要想辦法 於是去到頭考 無線藝員訓練班 應該都不果 結果轉移來到阿姐這邊 勇氣都是可嘉的 首先,這個只能夠 現在的風氣也是驅使到很多人士人物 都紛紛提高了勇氣 以前這些人士應該都不夠膽去參加這些節目吧? 但自從多謝某一個電視台 專門以一些奇奇怪怪怪雙雙 來見清的選手節目 令到有不少人都從而產生了夢想 希望有朝一日都可以學次 某些某些師兄、前輩都不需要唱歌 然後樣子都不需要漂亮,化妝就可以了 跳舞呢?慢慢學吧 又沒有說一定要跳什麼舞 我亂跳,可能也有人看 所以很多一些 似乎是在思想上已經扭曲了的一些觀念 放到現在2021、2022 似乎會陸續有更多更荒誕奇幻的事情 等著我們去迎接 接不接受到呢? 大家見仁見智了 怎樣也好 現在似乎真的迎來了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時代 看看何時才能扭曲了新态 這次的短題就到此為止 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在下面留言,繼續文字交流吧